大家好,今天我们做鸡蛋羹 分享一个您失败的方法 首先我们在碗中刻入4颗鸡蛋 用筷子将它轻轻的搅散 不要打起泡泡 打起泡泡的话 等会儿蒸出来它会坑坑洼洼的 然后再准备一个空碗 放入适量的盐 加入鸡蛋液1.5倍到2倍的水 我通常是一颗鸡蛋放100cc水 因为一颗鸡蛋大概的重量就是6-70克 所以我一般都是放100cc 按照100cc来放的话绝对不会失败 将盐和水混合到一起 然后再倒入鸡蛋液 加入的水一定要是温水 这个温水它做出来的鸡蛋羹 会非常的嫩滑 加盐的话它就不容易散掉 所以说做鸡蛋的技巧就是要用温水 同时要加盐 然后再将它搅拌均匀 然后将表面上这一层泡泡给它挑掉 或者说是过滤一遍都可以 用一个大一点的这个勺子也可以 蒸锅里面插入凉水 放上蒸一盒 凉水上锅蒸 开中火 给它盖上一个盘子 这样防止水滴落进去 盖上盖子蒸 上蒸汽以后蒸15分钟左右 好 时间到关火 现在打开看一下 做好的鸡蛋羹 我们将它切出来 切成菱形的会更好看 你看我的切功不是很好 然后浇上味道好一点的酱油 家里有葱花的 再给它撒上一些葱花 我这个葱花是冷冻的 家里没有新鲜的了 我还给小孩做了一个菠菜的 这个菠菜就是用菠菜汁做的 这一个呢 我就是用力搅了鸡蛋 你看用力搅了鸡蛋以后 它蒸出来就很多泡泡 太不小心了 好滑嫩呢 好吃 不吃蔬菜的小孩 就要这样来收拾它 放到鸡蛋羹里面 它就吃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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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